現在我們要來為各位解說的這個叫做靈洞鑰匙 這個靈洞鑰匙它本身是沒有任何機關的 但是在表演的時候它有一些要注意的細節 首先呢這個放的時候呢這個後面這個圓圈圈的部分呢是在這個方向 那如果你擺這樣子這樣它就沒辦法轉動因為這邊卡住了 它就轉不過去所以這個地方呢是圓圈圈的地方要擺在這裡 這樣它才有辦法這樣轉過來 所以你不能把它擺得太裡面擺得太裡面呢碰到你的手呢它就轉不過去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然後再來你在表演的時候呢這個手手呢不要這樣 握成這樣子而且往下傾斜觀眾會感覺很明顯 這個手呢就是前面這幾個手指呢前面的手指呢可以稍微微彎這樣子 微彎然後呢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重點它的表演就是你的手還是要稍微利用傾斜的原理 讓它自己這樣轉過去 可是呢這個很細微的這個傾斜呢觀眾是 就是比較不要讓觀眾察覺出來 好再做一次它的轉動呢其實不要太快 不要太快就是慢一點慢一點可以 附帶呢另外一個玩法就是說這個後面呢它有一個有一個洞 然後呢你把它放在這個手指上面然後用力把它壓一下 然後呢就好跟觀眾講說好跟朋友講說啊剛剛不小心啊燙到 就碰到就碰爬 好 好 好